精神内耗与讨好人格是临床治疗中遇到比较多的心理问题 精神内耗主要表现为强迫焦虑和恐惧 而讨好人格主要表现为自我压抑迎合别人 取恋别人 那么没有自我 这个是精神内耗与讨好人格 而这两者往往是一个综合体会同时在一个人身上有表现 那今天的网语是大家偷袭的主题 就是精神内耗与讨好人格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从精神内耗和讨好人格中找出来 那为了解析这个问题 我们以为来方者他的一个问题和困惑 作为我们今天一个例子 通过他的一个例子来阐述这个问题背后的一场逻辑 这是因为女性患者 他就有精神内耗和讨好人格 我们分别来跟大家聊他的一些症状 我们先聊讨好人格 他的一个讨好人格呀 就是跟别人在一起 自我压抑 委屈求全 害怕冲突 那么他谈到只要跟别人有矛盾 他就要第一时间与别人和好 因为只要不与人和好 他就怎么样 他就很难受 所以他就强迫性的逼着自己去讨好别人 当别人谅解他的时候 这样他的内心才胸展开 不然感觉自己像死了一样 所以他整天活着小心翼翼 整天活着自我压抑 就算别人的一些人一些事让他很完改 但他也不敢表现出来 这是他的在人际中的一个表现 但我也提醒他呀 我说咱们就治疗啊 就不能被你们心中的恐惧焦虑牵着鼻子走 咱们得分析得理解这种恐惧焦虑的由来 因为你一味的被恐惧牵着鼻子走 那我们整个人不就成了提线木耳了吗 那他紧接着谈道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思考过 但是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我内心深处 我总是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批判自己 比如跟别人发生一个矛盾 我总认为是自己不好 说自己不对 那么是自己妨碍了别人 说好像所以我有错我就立马要改 别人不喜欢我 也不是别人不好 是我不好 好像我骨子里就认为呀 我就是个坏小孩 我就不是个好孩子 所以从早到大呀 我一直在人前在人际中 装成一个好孩子 表演成一个好孩子 这样来博得别人对我的善意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他一味的讨好 讨好迎合 对吧 我们所有人做的事啊 都是有目的的 就算这种行为是病态的行为 所以这里面也是有目的 是吧 那我们是为了什么 对他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到 他讨好别人并不是无条件的 他讨好别人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听了一句话 我对别人好 别人也对我好 所以他讨好的背后是赢得别人对他的善意 而他为什么一味的要用别人的善意呢 是因为他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个坏小孩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 我们之后再跟那儿聊 当然这跟原生家庭有关系 那正是因为骨子里认为是一个坏小孩 而他站在角度呢 又站在一个批判性的角度来批判自己 这样他内心就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和痛苦和精神上的内耗 那如果减轻内耗与痛苦 他就需要用别人的善意来中和他内心中对自己的批判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讨好人格的底层逻辑是在于我们通过讨好来中和我们内心中的自我批判 自我苛责 自我否定 但是我不想啊 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所以讨好人格 为什么会讨好一辈子 结果他也不见得会把人讨好 那么我们去迎合别人一辈子 身边也会有讨厌我们的人 这说明一个现实 是我们无论多自我压抑 就算我们把肉割下来给别人吃 别人还说这肉打这么难吃 所以这个世界中的人就是我们讨不好的 我们这个初衷是错的 而真正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中对自己没有善意 一味的依赖别人对自己的善意 来中和自己内心中的自卑和这种自我否定 这毕竟不是常有真 真正的治疗是为了培养自己对自己的善意 对吧 如果一个人没有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那么他内心深处对自己有善意 这这个事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就不会去祈求别人的善意 那这样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就有自尊了 我们跟别人是平等的 而不是一个依附者 而不是一个小跟班 那为什么一个人内心中对自己出发善意呢 那另外一位女性患者 那么在自卑自我嫌弃的这些视频中 我也讲过他 他是做老做老做老师的 他整天都是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讲得不好啊 学生都讨厌我啊 哎呀我马上要被学校开除了 哎呀我什么都不好啊 别人什么都好啊 就好像把自己看得很渺小 把别人看得很高大 觉得四个人都比他强 但反过来也不是 身边有没有比他差的人呢 有啊 他说一个同学 他考试本科 他同学考试专科 他说如果他考试专科的话 他会更自卑会更加自我攻击 更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他说那个同学啊 也没当回事 也没把学历这回事 当回事 人家活得挺好的 所以一个人是好是坏 并不来自于外在客观 而在于站在什么角度 如果说我们对自己有善意的话 那么就算我们是专科 就算我们是周音源 就算我们不优秀 那么我们内心中也不会自卑 也不会内耗 如果我们是站在自己的对面面的话 就算我们是新华毕业的 是南大的学霸 是复旦的精英 那么我们依然会内耗 冲突 自卑 与抑郁 那这里的一个逻辑就是 你骨子里到底是对自己善 还是对自己恶 那这种骨子里对自己善和恶 从口而来呢 就涉及到我们谈的原生家庭 那这两位女性患者呀 其实都有一个苛责的妈妈 那么他们给我谈到 其中一个女性患者谈到 她妈妈在家里去暴君 就是权威 那么她的观点无庸置疑 你不能否定 不能反对 只要反对就是雷霆暴怒 雷霆暴怒 会把她全部打压下去 所以在家里她就是一个小丫鬟 在家里从小她就认为自己是个坏小孩 让父母失望了 那另外一个女性患者的妈妈呢 很苛责 很完美 不认为她犯错 只要她犯一点错 就下跪 就要批判 就要打骂 那么他们是在这样的有压抑的氛围中长大的 反过来讲 有没有可能 我们是站在自己 我们是对自己有善意 还是站在我们对立面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 的爸爸妈妈 到底是跟我们站在一起 还是站在我们对立面的 那就拿我的女儿来说 我只是比普通人懂一点心理学而已 但我也是普通人 我就发现在我女儿教育上 我老婆就相对来说比较偏激 我女儿做的好了 哎呀 得捧上天 叫捧杀 做的不好了 垃圾 废物 以后就卓尔骂我女儿怎么骂的 以后你要送外卖的 你要当送人员的 你要出去卖的 要去做小姐的 一类一类的 我听了就很刺耳 因为你想我是个成年人 我能分辨出她对话里的偏激于恶意 那么当我女儿一反驳的时候 我老婆说 你看你不懂事 你不关 以后我不管你了 你这个万恩负义 你这个这个这个小什么 什么一些话就来了 然后我就说一句公告话 我说女儿为什么会骂你 会反驳你 是因为你说的话本身就带有偏见于恶意 你说的话就让人很难听 我说我女儿学习不好怎么了 做送人员怎么了 就算做送人员她也没偷也没抢 依然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依然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如果我女儿没有我 她接受到的将将是什么呀 将是她妈妈的一个专制和暴政 那么她妈妈很情绪化 也就是我老婆 那她接受的你学习不好 你不努力 你反过父母 你就是个垃圾 就是个废物 你就是白耳狼 她接受都是这个 那我老婆是站在哪个角度呢 我老婆一定是站在我女儿的对立面 来苛责来否定她 那有没有善意呢 有 只是这种善意啊 只有条件的 只有对你好的时候 哎呀 女儿真好抱抱 亲亲买礼物 我说呸 太恶心 我说你这是 慈母般的微笑吗 你这是虚无心满足 后的一种什么呀 一种一种 一种自恋的满足 我说这是一个很恶心的现象 当然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一个患者说的 在讲原生家庭那些课的时候 我举了一个例子 我一个患者 拿了一个抖音视频 是从一个妈妈拍的 就需要校长来全校大会来公布 比如说王语 数学第一名 啊 鼓掌 他妈 哎呀 乐了 啊 余温 王语第一名 或者是体育第一名 哎 他妈乐了 然后这个男孩 为什么把这个抖音给我看呢 他说你看 我看这个妈妈 别人看的是肯定 但我看到的是很很恶心 因为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的 我娶着荣誉的时候 啊 他脸上就光了 那么就会给我有少年 当我失败的时候 当我不优秀的时候 就雷霆暴怒 嗯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 他说我太理解这种父母了 那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线 所以那反过来讲呢 但我 我的一个作用 是对我女儿释放了一种善意 那么无论我女儿优秀 还是世外 还是考清华 还是卖红 卖红薯 她都是我的女儿 都是一个可爱的女儿 所以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无条件的爱 那么当一个人有了无条件的爱的时候 他就对自己有了一种无条件的善意 他对自己的善意 并不是因为自己上男大了 也不是因为自己年薪百万 而是因为他是他自己 所以他爱他自己 简单来说他跟自己是朋友 而不是敌人 但如果他的远生家庭 父母站在他的队里面 比如我一个女孩 现在上初中 当他不上学的时候 当他考得不好的时候 他的妈妈要离家出走 他的爸爸要不要他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女孩在学习的时候 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现在他产生症状 产生什么症状呢 那么一到学校就紧张四肢发麻 那么有学校口御症 当这个时候他父母更不理解 更反感他 更讨厌他 你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跟别的小孩不一样啊 我怎么生了你啊 那么经过心理治疗之后 他的父母有改观 但昨天和他父亲见面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改观是表皮的 而不是本本质的 那现在他爸爸当他学的不好 当他不上学的时候 也不打也不骂 也不故意吹吹板了 但这个女孩跟我说 王老师你跟我爸谈谈 他不管我了 他不要我了 简单来说 他爸用冷恶和忽视 来逃避这个不符合 他心中期望的这样的一个女儿 那这难道是善意吗 这也不是善意 冷恶跟苛哲一样 跟打骂一样 同样具有杀伤力 甚至这种杀伤力更大 所以从中我们会发现 我们对自己的善意和恶意 是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 那很多人跟我说 原生家庭去爱的小孩 该如何自救呢 有的人拼命的想改变父母 希望父母对他们有无条件的爱 但有的时候这条路走不通 因为我们的父母 有他们的原生家庭 有他们的潜意识中的心理伤寒 所以不是一句话 两句话能改变的 如果我们的父母不改变 我们该怎么办 那么我们该对自己 学会对自己善意 学会把自己当朋友 那么我们才能不用讨好 不用把一些事情做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话题没有谈 叫精神秘号 今天主题是精神秘号与讨好人格 刚刚聊了讨好人格的底层逻辑 一会谈精神秘号 那精神秘号是一名什么 就拿我们一开头 说这个女生换一换的来说 她的精神秘号就是要做好一切 不能发现什么错误 不能因为她的错误 而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 所以她还没有生孩子 就担心自己不会教育孩子 那么孩子养的不好 那她很多事 比如说她突然发现讨好人格不好 她就想拼命的改变自己的讨好人格 但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讨好人格是有心理机制的 她对自己没有善意 所以她依赖别人的肯定 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能解决讨好人格 当你对自己没有善意的时候 讨好人格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 所以她又不是能做到的 所以她心里很冲突 她知道应该害人自己的权利 她又不敢善而有精神秘号当中 那简单来说 她生活中什么事都要做好 做对 让大家满意 但是她又是个人 她又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做得好 产生了心理冲突 她为什么会这样 她谈到 说王老师 我不能对自己有善意 是因为我心里的两字 标准与规矩 就比如昨天另外一位患者买个摩托车 就产生心理冲突 她说因为在我原生家庭 内化到我那心中的一个标准和规矩是什么呢 你不能乱花钱 所以当我一乱花钱了 我产生一种心理冲突与自责与内耗 是我觉得我是个坏小孩 所以当我们从小一味的迎合我们父母 做成我们父母心中的好孩子的时候 那么这种标准也浅里面化的 内化到我们内心当中 那么我们要培养自我接纳与自爱的拦路虎 就是内在的标准 你对自己做人 做事有怎样的标准呢 比如昨天跟一个抑郁的女孩在交流 她觉得她不想活了 觉得拖累了父母 觉得自己死了 也许对大家都好 原因就是因为她没考第一名 她可能考不上一本 她有的题目是不会做的 那么她有病了 得浪费父母的钱了 但如果真的按照她这个好女儿的标准去衡量的话 那我谈到中国有多少个青少年能考上一本 不是一本是985呢 那一个班级又几个考第一名的呢 不就只有一个吗 这个社会有多少精英呢 我们听过一个原理叫二八与二八原则 如果这个好女孩的标准成立的话 我们中国世界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抑郁了 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不要火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就算她颁考最后一名的 也许比她考正数第二名的都开心 这个问题在于她内在的自我要求与标准 所以如果不发现任性和切割我们内心中的这种自我接纳的拦路 我们永远都无法做到对自己的一种善意 比如刚刚我聊过一些关于失眠的一个一个小视频 在失眠中我提到一个案例 她为什么害怕失眠 是因为她害怕自己不优秀 害怕自己比别人差 她为什么一味的要比别人好呢 是因为她的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和文化就是崇尚强者 彼是弱者 一回家里她听到最多的话 谁谁考上什么大学了当了什么官了 那么她上大学暑假都不想回家 是因为她一回家的时候 可能亲密朋友说 你看谁谁考什么大学了混流多好 这个时候她的心理压力就非常大 那从中我会发现什么呀 是因为她为什么一味的跟失眠过不去 是因为失眠会破坏她的成功优秀完美和努力 她为什么一味的要优秀成功和努力呢 是因为只有优秀的人在她的原生家庭和家族文化 甚至是地域文化中才是好的 才是被接纳的 这内化操作成一种自我接纳的标准 她只能接纳优秀的自我 在她的价值观里是不优秀不能活 所以失眠破坏了她的优秀的努力 因此她跟失眠在较劲 那我们的治疗是要自我接纳 我们当我们能接纳一个不优秀的自我 当我们能打破这种病态的价值观的时候 那我们对失眠也不会产生敏感 我们对人际也不会去讨好盈和 我们在生活中也不会一味的逼着自己 做好这个做好那 当我们做不好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责怪自己 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对自己有善意 只有当我们内心深处对自己有爱的时候 我们才不依赖外在的和谐 外在的完美 这个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独立真实的人 要不然我们就会一味的维系外在的优秀完美 在人际中扮演老好人 在工作中扮演的优秀的员工 在婚姻中扮演成一个好妻子好老公的一个人设 我们只能活在虚幻的人设和幻想的完美生活里 那这样我们不会产生这样的冲突就会产生那样的内耗 这才是我们患有心理问题的本质 是骨子里对自己的恶意 而这种恶意我们只有通过对自己的爱 善意来化解 而不能用优秀完美来化解 那这是今天跟大家来谈的 是不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如果你的心理问题啊 比较复杂的话 当然有的患者会建议我推荐什么书 包括抑郁呢 包括射恐呢 包括强迫呢 当然强迫没有出版啊 你也可以看卡伦霍尼的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当然这都是对我们的成长有帮助的 但如果通过这些努力 你依然无法通过自我治疗走出来的话 当然我个人也推荐一些病情复杂的患者 对生活影响比较弱的患者 也可以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 这样能帮你更好的运行自己 培养对自己的善意 谢谢大家